大家好,我是你妈妈,我喵哥 由于我们现在夏天的天气非常热 而且一到中午出太阳的话 我们很多朋友的停车 其实都是把车子停在室外的 说实话,现在有些是城里面 你想找到停车的地方就不错了 你还想把车子停在地库里面去 地库里面的长期都是满的 如果我们把车子停在室外 长期暴晒的话 对车子到底多大的伤害呢 今天不要跟大家聊一下 首先,车子停在太阳底下暴晒 对车子影响最大的 就是加速车子的老化 尤其是塑料件 橡胶件以及漆面的老化 虽然说我们车子上的部件 基本上都经过了耐老化测试 但是长期的停的太阳底下暴晒 会加速它的老化过程 比如说车漆在阳光下 时间长了之后 会更容易失去光泽 比如说线我这台老化光 有个大部分停车时间 基本上都是室外露天停车 双雨加上阳光下暴晒 到车漆很容易就失去光泽了 第二点就是车上的橡胶件 轮胎 一些车上的密封胶 一些密封件 尤其天窗顶部 外围的天窗这一圈的密封橡胶 长时间在太阳前暴晒的话 会极大地加速它的老化 除了天窗之外 雨刷片的橡胶 长期暴晒 加上玻璃的高温 也很容易导致橡胶变硬老化 第三大块就是车上一些塑料件 比如说后视镜 接雨板 大灯 尾灯 等等 这一系列的塑料覆盖件 这些东西在太阳下暴晒之后 也容易出现脱色 容易出现提前老化 或者出现提前变粹的情况 至于说车子的类似部分 这一点大家其实反倒不用那么当心 因为我们的车子的前挡横玻璃 天窗以及后挡横玻璃 它们本身即使你没有贴膜 它也具备隔绝紫外线的能力 而且我测过很便宜的测 就是像武林宏观众几万块钱的车子 它的前挡横玻璃紫外线的隔绝率 都可以达到百分百 只不过说测档 它的紫外线隔绝率 大概在60%到70% 如果你测档贴了膜的话 紫外线隔绝率可以达到95%以上 所以说阳光暴晒 阳光中的紫外线 是加速老化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由于车子的车窗玻璃 对于紫外线的隔绝率已经很高了 所以暴晒对于内饰部分的老化程度 是非常缓慢的 影响非常小 所以这里大家大可不必担心 其实车子在太阳铁暴晒 我们最需要担心的 不是车子的老化的问题 因为本身汽车在生产的时候 绝大多数部件都具备 看老化功能的 也就是说阳光暴晒虽然会加速这些部件的老化 但是并不会对它造成太多的实际性的伤害 我们反倒最应该担心的是自己的健康的问题 由于我们汽车在制造的时候 在汽车底部使用了大量的指振板 而不少车企为了节省成本 在指振板的使用上都没有使用太环保的材料 甚至很多的使用了改型力型的材料 再加上我们车子内饰坐凳 包括这些海绵等等这些东西 在暴晒所形成的高温环境下 它都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有害的气体 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在平时用车过程当中不注意的话 你的车子爆晒之后 你上车之后马上就开空调 然后不开床换气 不把这些有毒有害气体换出去的话 它反倒是实实在在的 会影响你的身体 影响你的健康 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季节 把车子停在外面 爆晒之后用车的话 你不要相信你的车子有多环保 一定要把窗户打开 先把窗户打开 把这些有毒有害气体放出去 然后再去关窗户 如果这个车子能够有远程开窗功能 比如说把点遥控长按 或者连续按脸下 按三下 它就能够提前把窗户建下来 这是最好的 提前把窗户建下来 让里面的空气对流一下 然后把这个有毒害气体放出去 好了 相信通过喵哥的分析 大家都清楚了 我们车子爆晒之后 其实对车子的伤害反倒没那么大 伤害最大的是对我们自身 对能的伤害 如果大家记住了喵哥的建议 记得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